对,因为前期嘛,这个还能,因为这条二号线是重庆最早的一条线路,然后对于设备嘛,肯定是有很多东西都老化,或者是磨损了,然后过,对,对,因为十几年了嘛,回到是,这条二号线是重庆第一条回到线路,对,第一条,然后在没有改造之前嘛,相当于那个故障很高的,然后在我们,经过我们团队的改造过后,然后客户也大大的认可, 我们的故障率有一个下降,然后一个直观的就是设备的稳定和舒适度嘛,然后乘客在这方面还是很放心的,然后叫李充宏,木智里了,然后我已经加入奥迪斯这个团队已经九年了,然后现在主要获得的是这个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的,电坡会维修嘛,首先我们做那个围保,然后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设备的安全,然后才能变向乘客,然后首先能说明的三点就是, 然后自身安全,设备安全,才能保证乘客的安全,然后首先,就是为直观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成,成梯的舒适感上面,和那个客户,面向乘客,乘客的一个反馈的态度, 还有就是客户自身的一个对我们围保的认可,然后不管是围保过程中,还是我们在平时的巡查,巡解过程中,我们都会通过那个奥迪斯1,来观看远程设备, 然后这样能让我们快速的找到相应的过程点,或者说对客户的一个反馈嘛,更是直观的,这个平台我们可以,如果现场我们遇到我们一难杂争,我们不能解决的,我们可以远程请求我们的工程师嘛,对我们的相近远程的一个技术指导, 他能测试我们的扶梯的一个舒适度嘛,舒适度,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从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异想啊,或者是抖动啊, 他能快速的帮我们分析出来,故障点在那个负障发生的点位在哪里,然后让我们一线的员工能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。